你好 阿爸 台灣三天兩夜旅行 對他們來說 本身是一個很遙遠的夢 我跟阿仔說 我可以有機會坐飛機 他說 好啊 我問他報不報名 你怕不怕 擔不擔心 他說好啊好啊 我很想飛 十八年前 命運安排安徒出現 他是唐氏綜合症的兒童 出生後又因為心漏要做手術 感覺很不接受 為何會是我 這些是必然的 要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接受了這個事實 願意跟人說 他是一個這樣的小孩 那就開心很多 媽媽沒有放棄 教識他照顧自己 現在懂得自己上學 又會幫忙做家務 不過做水吧的媽媽工作繁忙 爸爸為了照顧他 又不可以上班 對於這個基層家庭來說 旅行可以說是奢侈品 終於到了上個月 他們參加夢飛行活動 和44個有殘疾兒童的 低失業家庭 一起去台南玩 第一次坐飛機去夜市動物園 你真是第一次 兩個母子一起去旅行 對 你媽媽覺得怎樣 心情很興奮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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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捨得睡覺 很開心 比起窄窄窄的安徒 紫星就不太幸運 出生半年後發高燒 抽筋 入醫院的時候 被診斷為發展遲緩 走不到路 出入也要靠輪椅 隨著他一天一日長大 力氣也越來越大 加上自理的能力比較低 也不善於表達 不開心的時候 就會打自己的頭 媽媽一個人看不住他 爸爸也要持工幫忙 他有時會激動 激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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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罵他 他也會貶著 他會貶著 他會哄你 會怎樣哄你 抱著你 抱著你 他的弟弟 之前也不幸離世 面對無常 爸爸媽媽很希望 一家人去旅行 留下好的回憶 聽到一班家長他們分享 平時他們經常都會見到其他家長 但是他們見到的地方 不是在學校 不是在公園 不是在商場 而是在急症室 在ICU 那一刻我們覺得很心酸 很心痛 為了照顧自己的小朋友 就算受到別人白眼 父母為了保護他們 都要表現得堅強 但是所能夠承受的 只有同路人才可以明白 旅途裏面有一個分享會 讓一班家長可以互數心酸 從中可以得到力量 而小朋友 就在義工的協助之下 親手做禮物去多謝父母 一直以為他們不善於表達 但是原來愛 不一定要說出口 他熟悉的大陪 他一起度過了挑戰 他自己有overcome了挑戰 他自己又成長了 至於未來是怎樣 爸爸就這樣說 其實都沒有什麼擔心 反正 他怎樣就怎樣 或者某一天不在 都不覺得 反正盡了我們做父母的責任 做父母的男性 作詞 作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